不是 那我问你 就是如果就是真的没有孩子 就我们两个人 好好的 行吗 核心 这是个问题 沉默了 不行 不能永远没有孩子 所以我希望有一个属于我的 这个东西是不像一脸说的 盖着戳 你是我魏魏的儿子 你是我魏魏的女儿 她是没有安全的 对吧 我就在这 但是她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因为她一直生活在这里 不是不是什么呀 你是你还是我很重要的人 对 这个很虚啊 这个什么虚啊 不是这个太虚了 这个太虚很重要的人 那你觉得有一个孩子 就作为你的硬戳吗 所以这个孩子存在 是为了做一个硬戳吗 不是硬戳 是你在跟你跟这个世界的连接 那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有这个孩子可能 就是如果你哪怕就是 比如说我们没有孩子 但是我们还是好好的在一起 另外一个是我们有孩子 可能我们分开了 那你觉得哪一种状况更好 一定是这两个选择吗 现在你的问题就是 你一定觉得如果我们有孩子 可能会分开 如果我们没有孩子 我们可能大部分人 不会分开 什么事情都没有一个 完全确定的结果 对啊 那为什么不去做呢这个事 在这个合适的时候 为什么不去做呢 你管他以后呢 不是活在当下吗 就很简单 在我的标准 不管你喝酒也好 或者你不会照顾人也好 我觉得你 目前为止没有一个 做好父亲的能力 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做好父亲的能力 他们有吗 他们之前 不是我的意思 不是别的意思 就是这之前是不是不是每个人都记得自己有 就才有才能 这个不是保证书 我要写出来 一二三四我要那个 你明白吗 如果我可以对你们这样 我对这还要不能好 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很shade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胜脑子就不好了 那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也让我觉得你会对我好 我现在对你不好吗 但是你也是频频崩溃 频频情绪不稳 我崩溃 我不想崩溃的 我因为我想 我是希望我崩溃 所以这就是可怕的地方 就是你不想 但是你还是会崩溃 你控制不了自己 怎么好我恐怖 我的天哪 因为如果我现在的年纪 去生这样一个孩子 从备孕到生产到最 然后各种 就是我会面临很大的心理上的压力 然后生理上的压力 这个时候我是很需要你 我需要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在我身边 如果我还要担心你的情绪 那我真的要疯的 我觉得它会有一些 我们没有看到的崩溃的点 肯定是 要不就发飙 发脾气这样子 或砸东西 差不多 累了 明天再说